文才华水墨君珠伯木峰,水墨文斋,ID,威士忌。 我曾经跟大多数人一样以为,只要你有一个善良的注重,不管你做什么事,不管后果如何,你都是个理所应当的好人。 慢慢的,我发现并不是这样,苏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,流言造成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。 你的敌人诋毁你,你的朋友转告你,流言本不会伤害到你,但朋友善意的提醒与转告,却间接造成了伤害。 朋友在这里完美诠释了,低情商的善良是商人的利器,好心办坏事的人,杀伤力跟对手没有两样。 甚至,这个世界上,不知道了有多少人以善良之名,制造着无数恶人。 低情商的善良,有时候是人性最大的恶。 这一段时间,宫秦志演起攻略火了,问身边的朋友为什么喜欢这部剧,都说看着爽啊。 女主绝不是若基傻白甜,而是有仇集报,绝不隐忍的黑莲花,因为脑瓜灵活,能言善断,所以宫斗能力爆表,立即解决掉一个敌人,堪称后宫生存小能手。 就是这样一个宫斗巴斯为英洛最开始,却不是为了争重来到申宫,而是为家姐复仇。 他不相信姐姐道德败坏,羞于贱人,自已而死,深夜避开姐姐的灌物,证实姐姐是被他人所害。 这时,一大波心气赶过来指责他不尊重已故的亲人,并且听信他人所言认定姐姐行为不端,让他立即向族人道歉。 他心里透亮的说,我从小是姐姐养大,没吃过他们一口饭,喝过一口水,凭什么让他们来管我? 他们部分是非黑白,嫌姐姐玷污了,连一盆黄土都不肯斥舌,让我向他们道歉,凭什么? 这波心气,看似为姐姐着想,为家族的荣誉着想,为英洛着想。 但现实却是姐姐死得不明不敗,家族的声誉无法伸张,阴落的怒气得不到抒放。 低情商的善良,便是如此。 他们往往只看到事情的表象,却忽略问题的真正根源。 这种盲目之善,他们看似在帮助受害人,但做出的行动,事实上充当了恶的帮凶。 当善良不能明便是非黑白,便不能称作真正的善良。 非蠢即坏,有一句话这样说,善良若无理性,便是犯罪。 而当善良的人好善良之事,却不知道其实是在作恶的时候,这是人性中最荒诞,最令人难过的恶情。 小时候,我们都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。 寒冷的冬天,农夫在路边发现一条冻僵的蛇,于是就把它放进怀里,待蛇缩醒,出于本能,咬了农夫一口。 最后农夫独发身亡,临死之前,农夫鬼恨的说,我想要做善事,却由于见识浅薄而害了自己的性命,因此遭到了这种报应啊。 这样朴素的真理,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,要不然怎会有那么多好心美好报的故事。 提起去年震惊国民的豪州保姆纵火案,依然让人愤怒又痛心。 女主人是一位善良温暖的女人,女儿漂亮可爱,儿子聪明伶俐,丈夫事业有成,全家其乐融融。 但是一切美好毁于保姆默幻惊,女主人太善良了。 保姆第一次偷窃被发现时,她非但没有报警,而是继续留用,也许她想的是自己的善良,可能会干话,恶人从良,迷途之凡。 但是恶人就是恶人,本性有时候是赶不掉的。 莫幻金甚至编造谎言,以老家买房的借口,向女主人借款11.4万元。 毫无疑问,这些钱又全部填进了赌坑,这还不在,输了钱,为了设法筹资,又从女主人家里到取手表,经济等贵重物品点档,直到萤火入室。 火是失控,妙下大火,放肆的是,在莫幻金来到林家之前,都被发现刀切主人财物而辞退。 假设一下,要是女主人在第一次的偷盗就果断辞退保姆,恐怕就不会给自身引来灾祸了吧。 世上之所以有很多悲剧,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有一种错觉,总想改化邪恶。 结果邪恶没变好,却给自己带来灾祸,无底线的善良不仅是对恶的纵容,还是对自己的残忍。 当你释放善良的时候,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,不要让善良成为助长恶意的风向。 最终引火上身,每份善良都应该被妥善安置,不应该随意破罚,有时候,不得不承认,集体是无知的,别人说什么,我们跟着说什么。 一大群人跑过来跟你说,你要孝顺,你就要孝顺,根本不管你曾经遭遇过什么,一大群人指着你的鼻子骂,你是个贱人,你就要悲善道德的骂名。 以前我是对周立波有好感的,觉得他幽默风趣,情商极高,但是经历一件事之后,我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观。 一次综艺节目上,一位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节目组与主持人周立波安排于二十多年,遣遗弃她的前生父母恋亲,小的时候被遗弃,孩子长大了过好了又跑来相认,这父母不要太自私。 面对此举,女孩很反感,直接拒绝了和父母相认,周立波说起了一段话,直接被网友喷成了蜂窝,他说女孩心胸狭隘, 应该学会原谅,换位思考,体谅父母难处,否则永远也不会幸福。 这完全是道德绑架与要挟,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,没资格教别人原谅,况且道德也不应是教导别人应该如何生活,那是言语律底的界限,不是审判别人的工具。 无问西东里,刘树芬污蔑王敏家勾引数学老师,给他口上破鞋的帽子,不仅如此,还带着一群人去集体批斗,以道德知名审判一个人,审则动用私刑,以至于王敏家在乱全局下,差点丧命。 只要被害人扣上污水的帽子,没有人关心真相如何,用集体的力量去审判一个人,每一个人添一片瓦,加一块针,事后是不用承担责任的。 我只是推了他一下而已,冰川崩塌的时候,没有一片雪花会承认与自己有关,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罪行,打着道德的民意,要求别人做不想做也不愿意做的事情,是一种敌情伤善良,也是人心中最令人窒息的恶行。 时刻记住,道德是每个人约束自己的最低底线,不是两手一插要求别人的规矩,谁都没有资格审判别人。 正如,拜邦尼在奇葩说上的一次演讲,善良是很珍贵的,善良没有长出牙齿,那就是软弱。 所以,你的善良,应该带点锋芒,释放善良,需要理智,需要底线,也需要情商与克制,否则,善良将毫无意义。 记住,你的善良很珍贵,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拥有他们,你的性格最像引起攻略里的谁,或者长暗示别二维码,也可以策握。 音乐图片,背景音乐A林天若有情,图片来源视觉中国,作者,主播,穆峰,朝影工作室创始人,贵阳FM909主播,大叔贤肉混合体,朝影工作室, 个人号,ManaFM01,长按两秒时别二维码关注我们,欢迎把我们推荐,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